歐洲瑞士有四種官方語言 讓我們來聽聽連隊打油介紹 其中最少用小於1%的古德語 還有一個啊 香港City說有四個 就是我們有四種官方語言 我們有不到1%的語性 因為在這塊土地上 發現最早的出土文獻 就是用這個文字所記載的 這個文字叫做拉丁羅曼語 也就是結合過去我們所說的官方語言 拉丁語與羅馬人所使用的 羅馬人所使用的拉丁語 羅曼語是屬於早期 日耳曼明珠其中的一個分支 他們所使用的這種德文文語 所形成的文字 所以不到1%的人所使用的 也是這一塊土地上的 官方語言 為什麼不到1%都把它設定為官方語言 因為歷史 因為我們在這一塊土地上發現最早的文獻 這個歷史記載的文字 所以這樣的人才我們要自己去培養 萬一哪天又在我們的山裡面 又發現出更早的記載 是有人可以去告訴我們 有人可以去告訴我們 所以人才我們自己來培養 自己要宅培 所以不可以失傳 不可以說因為不到1% 所以就不行 所以被塞 所以這樣子的文化衝擊 是我們講說在文字上面 看文字中不到1%的拉丁羅曼語 但是並沒有寫說為什麼 就是要把這樣子的語氣傳承下去 也就是住在格勞冰登州的人 使人要學 學考古的要來學 然後在我們這裡上學的文字